在兼用的众多作品中相信,一天屠龙记得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了,再加上每隔几年就会被民党和知名演员翻拍。 因此对于任何时代的观众来说,这部小说都是耳熟能详的,尤其是几位主角的爱恨情求,更是这部戏的依然看点,比如说周芷若在大婚时刻被背叛以及抛弃的戏范,看过这一段戏的人相信都能感受到周芷若的愤怒和怨气,不由的背后发凉。 而这个情节可以说是这部剧任何版本中都有的一个大高潮了,就因为如此,很多饰演过周芷若的女神级演员,都会在这段戏中被比较。 毕竟这段戏的情绪变化很大,是十分讨厌演技的,周海曼和马景涛合作过的《一天屠龙记》中,回过戏版中周芷若的神情可以感受到愤怒和激动。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也许是有点过于夸张了,尤其是眼神和表情,更是浮动很大,倒是在看这段片段时时不时的就会出现表情包。 但是不得不说,周,海曼的周芷若还是十分美的,高圆人当年饰演周芷若时也是很美的,而这段戏的周芷若愤怒至于美貌度未减。 虽然奋怒,表情管理倒是做得很好,而高圆人的演技虽然算不上风神,不过还是十分合格的。 蛇诗曼此次在演技攻略里贡献了演技最佳,其实在出道的之后,蛇诗曼的演技就很没错的,尤其是饰演周芷若时,更是细腻自然,转换过度也不生硬。 邓超版本的《倚天屠龙记》虽然没有前几部那么有名,但是饰演周芷若的演员还是依旧很美,而这段戏里的周芷若从眼妆上看,已经出离的愤怒了。 在最近一个版本《倚天屠龙记》中,有名演员助去单饰演周芷若,在目前流出的剧照中,可以看出这场戏就是重头戏,不知道开播时会有什么效果呢? 对于这几个版本中的周芷若来说,观众的评价也是很合理,周海妹真是从年轻到老,演技都这样,口当眼明嘴。 哎,再一看,居然是高圆圆和蛇师妈那一版最美,尤其蛇师妈那个时候鼻子还没有变牛,眼神楚楚可怜的,蛇师妈的最好看,清晃没有多余的饰品,妆面也很干净,大家最喜欢哪个版本的周芷若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